这一下的阿根廷是彻底乐坏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帮他走出困境的 这一个国家竟来是我国 就在前段时间 我国和阿根廷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议协商 两个国家通过协商后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那就是我国对阿根廷进行投资 投资的金额数量达到了1400亿 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如果能够拥有这一笔钱的话 阿根廷想要实现翻身 完全就不在话下了 虽然说这对阿根廷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 但这和我国有什么关系 我们帮助阿根廷又能带来什么好处呢 要知道我国和阿根廷的距离相当的遥远 按道理来说是八杆子打不到一块的 那么我国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首先我们来的解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对阿根廷进行这么多的投资 虽说阿根廷距离和我们非常遥远 它也是一个发达国家 但是阿根廷的地理位置相当的优越 并且国内的资源也很丰富 阿根廷这一方面遥遥领先许多国家 这里的土地也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随便扔一把种子放在上面 都能够种出粮食 上面的气候也是十分适宜的 拥有着许多的矿产资源 除此之外 这里的农产品资源也不少 这样的话 如果能够和阿根廷达成合作 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 其实也是相当有利的 最近这些年 我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非常高 在这之前 我们在这一领域 和澳大利亚的合作是最多的 每一年我们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矿产资源 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 这也让两个国家实现了双赢 我们有了矿产资源 澳大利亚的手里有了钱 但这时候 美国就坐不住了 他想方设法地搞乱我国 和澳大利亚的关系 我国为何要援助阿根廷 在得知我们和澳大利亚的合作 变得如此密切后 美国这边早就蠢蠢欲动了 主动找到了澳大利亚 不断地给他施加压力 并且还给他画饼 让他和自己来合作 不允许澳大利亚和我国进行合作 当时的澳大利亚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对于美国说出来的话 他竟然真的相信了 开始不出口东西给我们 这也让我国十分的被动 这时候如果说 我们能够和阿根廷进行合作的话 那就再也不用被美国和澳大利亚 给卡脖子了 因为美国和阿根廷的关系 其实是不大好的 并且阿根廷也知道这个机会 对自己非常的重要 就算是美国这边想要威胁自己 阿根廷这边也丝毫不慌张 我们有了阿根廷的资源 我们的发展也能够变得更加的迅速 除此之外 还和阿根廷的粮食有关 之前提到了 阿根廷的土地非常的肥沃 所以他这里的粮食产量 那也是相当多的 而我国随着人口的不断上涨 对粮食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高 和其他国家来比的话 虽然说我国地大物博 但由于我国的人口数量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自己生产的这些粮食 完全就不够吃 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拿一部分进行储存 这就导致我们的粮食产量 变得更少了 援助阿根廷有何好处 像其他国家进口粮食 我们也要担心 它们会卡我们的脖子 毕竟现在许多国家 都已经和美国统一了战线 但是如果我们帮助阿根廷的话 阿根廷怎么都不会和美国站在一边 否则我们压根就不会对它进行援助了 阿根廷的粮食产量非常的多 并且这里的粮食质量 也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价格也是相当合理的 除此之外 阿根廷这里的畜牧业还很发达 这也是吸引我国的一个地方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牛肉出口国之一 阿根廷这里的牛肉数量非常的多 我们以前也会进口它们的 只不过进口的数量并不是很多而已 但现在 如果我国能帮助阿根廷的话 肯定会让两个国家 在这一方面的合作变得更加密切 这对我国的畜牧业发展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这时候肯定有朋友好奇 既然阿根廷各方面的条件都这么好 为什么它的发展还是不稳定呢 这就还得从阿根廷国内的政治情况开始 说起阿根廷国内的政治 可以说极其的不稳定 这也导致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 国内经常发生动荡 社会想要稳定下来都没办法 社会稳定不下来 经济就更加不用说了 并且阿根廷的经济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 阿根廷它的科学水平非常的落后 它现在能够拿得出手的 那就是畜牧业或者是粮食产业 但在其他领域 它可以说一片空白 这也让它的经济一直崛起不起来 并且美国这边还想方设法地 来削弱阿根廷的实力 这就让它的道路更加难走了 你觉得我国和阿根廷合作是互利双赢的吗